老欧可以推荐一部电影吗 电影啊 其实我一直就觉得星际效应 我看多少遍都没有问题 他经常会看一样的电影 我会重复看电影 像天能我就看了五六遍 对 他一没有什么片看的时候 我就看天能大开 对 因为 其实我觉得像诺兰的电影 真的里面有很多很深的东西 就是可能看一遍你体会不到的 然后你想讲一讲太清楚 你想要去 你要去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像星际效应里边 其实隐藏了很多 真实世界的秘密的那种感觉 你要把它挖掘开来 挖掘出来的话 天能其实也有这个特点 也许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倒不是说 他的这个视觉观的构架 就真的是一个阴谋 这个世界本来不是这个样子 通过这个影片能揭露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并不是这样 只是你多了一个理解世界的方法 我说了 咱们这个世界其实它一定是虚拟 因为不同人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世界的构成 由你的理解所决定 你想你认为它是一个光明的世界 它就光明 你认为它不是光明 它就不是光明 认为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幸福 它就是幸福 你认为所有人都是不幸的 它就是不幸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可能会觉得说 它应该是一个客观的 我理解不影响它不是这样 因为你的理解直接影响到你 而这个世界你只能感受到自己的感受 你感受不到其他人的感受 所以这个世界就由你所决定 所以你何不把这个世界 想得它有四季呢 让它变得丰富多才一点 所以我就会经常去看一些 感觉还挺玄妙的一些影片 然后来丰富一下自己 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 然后让自己有点意义的感觉 就是感觉挺开心的就挺好 这样的话不挺好 是吧 你就靠自己的想象和想法 就能够感觉到开心 就很好 老高看起来好了